身穿條紋上衣的男子走過來 突然用腳用力踹飛店門口的菜籃 這還不打緊 上車前還不忘對店家嗆聲 老闆娘站在旁邊看傻了眼 不知道自己到底哪裡惹到她 老闆娘氣不過決定把畫面公布在網路上 讓大家來評評理 事發在桃園區同安街23號上午9點 老闆娘在自家門前擺攤賣菜 一名男子將車鄰停在門口到附近買東西 回來時老闆娘提醒他 這裡是人行道不能停車 對方不但沒道歉還大聲嗆聲 甚至把店家的菜籃踢倒在地上 警方表示違規停在人行道上 將依法開罰600到1200元 只是車主不但違規擋住店家做生意 態度還很囂張 一時不高興就破壞別人的東西 誇張行徑任誰看了都很難原諒 TVBS新聞林志偉黃金翻桃園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一些照片 BEN 我們重視